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上海戏曲学校九四乐举班开班会啦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报到顾爱军 我到了 孙益阳 到 吴琴 到 孙玉林 到 唐晓琳 到了 晨世 到 黄英 到 王青 到了 徐来 也到了 魏太平 来 下来 阳亭啊 在这里 周燕尔 雷东 同学们 老师来了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请坐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今天我们戏剧大舞台怎么成了一个课堂了 来了这么多位学生 其实呢 今天我们在这就要开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 那么这些特殊的学生呢 他们都是当年上海戏曲学校九四级乐剧班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 而今天我们的主题班会呢 就一起来聊一聊 二十年来大家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 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四年 一群少男少女们怀着美丽的梦想 从四面八方走来 走进了上海戏曲学校的大门 一段绚烂多彩的人生 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 很有幸 我们大舞台也参与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流水淘汰的光影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种伤感而初始等待的青春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我们 戏剧大舞台的老朋友了 我特别想问问二十多年前 你们报考这个戏校的时候 当时这个多吗 应该说报考的人也不少吧 音乐学院啊 那个我们戏校 然后还有舞蹈学校共同招生的 所以报考文艺学院的这些学生 应该还是蛮多的 单单就是我们班里可能那个时候有五六百个 因为那个时候三校生很吃香的嘛 舞蹈学校 马戏学校 戏剧学校 我印象中 所以你们能够脱颖而出 可见是实力不凡 还记得当时考了什么吗 会唱乐剧的就考乐剧 不会唱乐剧的 像我就是唱歌和跳舞进来的 一句戏都不会唱 你唱了什么歌还记得吗 我唱的是好像是春天的故事 有这么晚会的一个歌曲 那来一两句好不好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老师是不是被震住了 反正老师说嗓子条件还可以 就是回去一张空白纸可以画画 就是很简单 就这样子 还有吗 当时 那个时候只有紧张吧 我记得我考的时候唱的是那个打金枝 花旦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基础 因为妈妈是那个乐剧迷 我们听以前是小花斑的 打金枝 我们也听两句好不好 现在很难得 来吧 好好好 跟你的 跟你的 对 对 对 自国 亚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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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王清 充花蛋也挺好的 这一看 这就是一个好苗子 王清 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 我认识 王清 应该说 我刚刚踏进乐局的殿堂 我记得 我当时我在新唱异校学习了一年 然后 就是说 进戏校前面 我进了新唱异校 然后 我在考试 我们新唱异校 当时赵子冈老师带的王清 去了我们新唱演出 当时他已经很有迷茫 其实我那时候压力很大的呀 你知道吗 明星学员 明星学员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我就会觉得 那个考试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 好像是黄颖好像还是孙瑶 他们好像那时候考进来的时候 唱王派的 对吧 好像是孙瑶 孙瑶在我考试时候见过他 见过他 我印象最深刻的好像是他 他在唱王派藏花 对吧 对的 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呢很紧张 然后我跟别人说 你们不要紧张 你们不要紧张 然后我自己紧张的不得了 然后我考的时候是考粉稿 不是考藏花 但是你当时那个情绪啊 那个微微有一些颤抖的那个音调 可能唱粉稿正好 其实他们刚才说紧张 但我其实是不紧张 因为为什么不紧张 因为无知者无畏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懂 不知道什么叫乐剧 也对那个戏曲一窍不通的 大家说了很多当时报考戏校的这个经历啊 说到这段经历呢 我们要请出两位非常重要的老师 他们也是见证了这些学生们成长的 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冯慧老师 以及呢上海戏曲学校乐剧科科长 陈辰彬老师 我们掌声欢迎两位 好这位呢就是我们94级乐剧班的班主任冯慧老师 还有一位呢就是上海戏曲学校乐剧科的科长 陈辰彬老师 欢迎你 老师们今天这个一看到他们 有很多人是不是好多年没见了 你们觉得和印象当中小时候变化最大的是谁啊 原来胖胖的圆圆的 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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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儿的变化最大 因为她是八爪 她当时是什么样了 她当时是比较胖 而且那个时候像假小子 我进来的时候她的脸是红的 像红苹果一样 真的呀 然后穿个军大衣 我想一下 叶儿小时候蛮男孩子气的 现在比较淑女 她就说你 叶儿那时候不只是 男孩子而且她那个整个人 看起来很结实 她就是 对 非常胖的结实 就是这样那种 即使如果能成为一名 有大学文化 又受观众喜爱的乐剧演员 真的是我最大的意义 叶儿那个是 她不是学校 她已经好像什么叫工作 对对对对 我就是在在学那个他们那个 仿杀的商场里面有那种 她好像是一个生财 不行 行下那个 就做小生也不行 做蛋卷也不行 但是她一个表演很好 可以 好像小小小丑 小丑 又不好跟她说 又来考的都是小生花蛋的 反正进来再说 再进来再说 所以是不是特别感谢陈老师冯老师 对不对 真的真的是 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回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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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有一位也是 呃出去工作了以后 然后再来考那个系校的 是是不是思玉林啊 我是那个他们学了一年以后 插班进去的 其实呢那个时候我 我已经来考试过的 他们考完了以后 我我就那个到陈老师对吧 因为当时考的时候我在那个松江乐剧团 松江乐剧团呢等到那个 其实我是在松江乐剧团是逃出来考的 考好了以后 那个领导他们好像都同意我来系校 嗯 然后那个当天晚上 我们那个松江乐剧团的团长知道了 嗯 后来就是到五点钟 早上五点钟不到 就来叫我们起来 然后就这样训我们 真的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苦 所以第二次过了一年之后 嗯 后来就是因为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以后嘛就好多就不能做了嘛 后来我就等到一年以后 沈玉兰老师跟李萍老师 嗯 到那个那个绍兴 对吧绍兴去造生 哦 真不容易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考了以后 我又考进了系校 也是因为你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对对对对 终于实现了是吧 真的真的 真的 嗨 我的名字是苏玉玲 老师经常教导我 人不可有傲气 再不可无傲不 诗人习慕容 曾经无限游戀地说过 十六岁的花 是开一季 而对于这些 相伴长大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的花季 开戴了悠扬的夜剧旋律中 穿上高靴 拿起扇子 他们是故事里的巨男倩女 而摆脱这一切的束缚 他们又是一群 疯狂搞怪的少男少女 我们呢 因为那个班上呢 一共是三十五个人 二十五个女孩子 十个男孩子 那么因为唱乐剧的嘛 这个男孩子比较斯文 那么这个金剧班呢 比我们早进来 那么金剧班的男孩子 就喜欢欺负我们班男孩子 然后我们班男孩子 比较斯文 有的时候又是新生 结果反而呢 我们班的这个女孩子 尤其是唱小声的女孩子呢 比较强硬 结果后来以王清 王清为首 王清为首 结果有一次他们金剧班的男孩子 又要来欺负我们班的这个男孩子的时候 王清就跳出去 然后站在他们面前说 你们再来打打看 好像就是挺厉害的 结果把他们那个金剧班的男孩子吓走了 吓走了 你还记得吗王清 没有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刚进戏校第一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才 但是我们那班男孩子呢 就是遭到那个金剧班 金一班男孩子欺负 真的是真的是欺负他们 然后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这些 不是 不是以我为首吧 大家都一起 一起这样子 拿着那个刀枪把子 你的形象比较强硬一些 他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 班长组织开班会 然后当时的校长王梦云 邦邦邦 开门进来了 然后你们在干什么 先是把男同学批一次 你们怎么不跟他们 这么没用啊 然后批完以后 然后就是下定决心 有一个批文出来 就是说明天要跟金剧班宣告 就告诉他们 就是说 如果你们再敢欺负我们班 任何一个男同学一根汗毛 我们就迟一提跟你们上 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发了刀枪把子 都是那种疼棍的 还不是真的 你说拿了棍子站着 人家窗口外面 就是在那里示威 绝对很高兴 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是 九四届的乐剧班的女生 是出了名的凶 对 就是那个时候是很有名气的 是很有意思的 郭爱军 当当时被女孩保护的 这种感觉怎么样 有印象 但是我感觉 反正我们班 确实是四个子 阴胜阳胜 真的是 怎么好意思 今天你看到了吧 也是一个 很明显的 很形象的一个体现 我党代表 这个乐剧班在这个学校里 对吧 真正是打响的话 恐怕不是光是打架 不是吵架 实际上是于我们的那个实力 因为我们学校呢 每年要举行这个学生艺术节的 要就是说 撇开你的这个专业 来表现你其他方面的这个才能 结果我们班那个王青 他组织了另外两个男同学 爱 学爱就是搞了一个就是像街舞一样的 三个人的 来进舞 结果在那个学生艺术节上 演出一下轰动了全校 绝对把他们进去班给比下去了 所以我们是以我们的实力 来站稳我们在学校里的这个 这个爱 我们乐剧班这些就是不够女孩的男孩子 其实除了会唱乐剧 考进的时候有很多都会唱歌跳舞 都非常的好 像诚实啊什么 我们都那个时候 那个舞群 我们记得每年 我们还挑那个什么 民族 民族 第一次那个金秋艺术节 我觉得是 所以一个艺术节出来之后 我们94届乐剧班就红了一下子 就太厉害了 我们的歌上全部把他们打下去了 那你今天也霹雳一下吗 霹不动了 来几个动作好不好 我们后面可以点 然后咱们让舞群来秀一下吧 舞群 舞群他不是跳静舞 他是跳民族舞 别看他是唱老生的 他这个行道是老生 但是他跳民族舞跳女孩子 跳的是很好的 很索媚的 来来来来 我爱母带 犹如花贵 其实今天看到同学们坐在这里 老师应该说特别感慨 特别激动 是不是冯老师 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学生说呀 我今天呢 看见就是 因为我看见他们 我就想起那个 二十年前他们是 一群就是十五六岁的 很天真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孩子 那么今天呢 我看他们已经成了 成长 已经成为这个剧团的栋梁了吧 应该是中间力量了 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这也就是说 作为老师来说 这是最大的欣慰了 对吧 那么 我相信你们将来 可能会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 越走 这个成长的也越来越茁壮 谢谢 好 陈老师 我再提一个要求 这不是靠一个人的 今天来了 我们一定要是要起来 就我靠中间力量 再靠我们是团体的力量 对吧 相互之间 这些总会有矛盾的 对吧 但是一个 我们去相互原谅 要体谅 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把它认合 我就是这个意见 我们是不是谢谢老师 好不好 一起谢谢老师 对 这二十多年来 其实在西校的老师 为我们付出的很多 我们也收获的很多 我们有 说出老师话 有很多的话 要想跟老师说 但是我们就 明觉成一句话 我们就谢谢老师 还有祝老师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对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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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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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odore已经到他那个博物馆去了 短达大学员了 班长说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冒字幕的 我怎么过来 因为他们那个 我年纪比他们大 他们正好是那个 花一样的那个年龄 对吧 多小的花十五六岁 我那个时候 我已经进去 已经十九二十岁了 对吧 已经过了那个青春期 那个时候 正好是十五六岁的时候 所以 这个在天台上 他们每天 那个练好功以后 叶子修之后 总归是有 三三两两的 这个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情侣吗 点点点点 我们就 问每个人的合意吧 就是晒黑了 回不来的 就是四楼去过了 就回得来的人 晒黑了又回得来的 那就不是四楼 晒出来的 有很多队吗 当时 今天来的都没去过 没来的都去过了 没来的都中枪了 好 我们再来一段录像 这里很有亲切感 这是我们度过 汗水泪水最多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小排练厅 有我们一天度过 七八个小时在这里 有叶子修 有学系 还有自己练小工的地方 那么 大家我不知道这里的 里面的内饰有没有变调 因为外观已经装修过了 已经很漂亮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好不好 这边还叫105 看一下 这里的外观里面都没有变 结构都是我们原来的 就是墙刷过了 一半也铺过了 以前我们是那个有地毯的 现在新的了吗 我想都是树岗窗的 以前我们是那种 原始的一开二的窗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吧 很多故事都在这里发生 对不对 在这个小小的练工房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有没有人偷偷的进去练丝工的 有没有 有有有 好像他们小生族的演员 练丝工的比较早一点 他 他 他 你也练丝工 那个时候我们住一个宿舍的 就是我们天天晚上到晚上晚自习 他就一个人拿着那个随身听 你赶快自己来 然后一个人就往外 我们知道他又去练丝工去了 来 这个自己说 就说晚上会自己去练功嘛 就唱啊 那时候就是没有现在那么好 只是那个 手 那个什么 卡带的是吧 不是 我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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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时间去晒 晒月亮吧 没有 没有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然后小生族最用功的应该是杨婷娜 对吧 然后杨婷娜同志们为了练功 从床上掉下来 他那个宣传的说一说怎么会成床上 这个不是练功 因为我们和杨婷娜是一个寝室的嘛 他就睡在我上铺 然后他下来的时候我还在做梦 他一下来我抱着他 其实我还睡着的 那他自己说 这个是说一说当时 不是 你们不说 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倒是忘了 你们怎么都记得啊 这就说明你用功呀 他有你今天 用功其实也还好 还行啦 还行用功 然后当时我可能是腿功在我们班里面是还不错的 这个不谦虚的 那我睡觉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睡了觉 我会把一个脚 搁在那个墙里面 墙里面 这样睡啊 对啊 因为以前我班朝天凳 基本上不是到这里 我这个腿可以到这里的 是真的不错的 就是晚上还是这样班的 就是我头可以到这边来 那是 然后就是就是说 不管是在练功还是什么 反正排练厅 就是一般看书什么的 我都会这样搁的腿 然后那天睡觉 其实睡得大概是头 啊 脚坐枕头是不是 反正就是说 一直会搁在那里 是这样睡觉的 那天是睡得大概比较沉 睡得好好的 就是以前那个戏销的 没有栏杆 你知道吧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才装这个栏杆 我就一个转身 碰掉下来了 问题是掉 不是直接掉地上 然后就冬天 装在那个柜子 柜子上面 装在那个徐来的床 的柜上 嘣 这句话 头撞上去的 都痛得了 我就一下懵掉了 然后程师跟我 徐来他们是一个房间 就看见我前面是没声音的 他们听到是碰 到后面不行 我就 哦 开始哭起来了 才知道 哦 就懵掉了 当时受伤了吗 送医院了吗 后来是我们冯老师 爱谁 就是说怕我脑震荡 然后第二天去留院 还好是冬天 裹着被子检查的 哦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录像 这间是我以前的宿舍 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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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叶庭 王庆 变成101的 以前我们是102 这个必须要不中心了 再可以哭 王庆 这个结构跟我们以前一模一样 我的那个床呢 就是现在这个电视机的位置 上下铺 这里是王庆 王庆 弄得脏 你的脏子空掉 表情并不好 确实这个宿舍不大 要住多少人一共 我们要住六个人 六个人就要摆三组床进去 对三组床都是上下铺 还有六个柜子的 还有六个那个床头柜 床头柜 一个那个就是放脸盆啊 这个架子盆架 那个时候空调也没有 电扇也没有 我们每个小床 杖子落下来 里面就一个床 床脚那里放了一个 自己这种小的那种电风扇 印象最深 几点钟关灯啊 九点 九点 那么早 九点是吸灯睡觉 很黑的 漆黑一片 没灯的 蜡烛也点过 我们手电筒也用过 手电筒 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 就是102那个门 上面有个天窗的 因为阿姨要在巡房的 然后没办法 我们就把君大一 用两个棍子撑起来 撑在那个天窗上 天窗上 把那个光挡住 不让阿姨要进来 就会知道你们在里面 偷吃东西啊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在 那个吴群啊 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宿舍 就是说都是 都是那个上海的话 有点郊区的 就是那个凤贤啊 什么 那边很多特产 就是 他们每次的东西 都会带很多吃的来 所以我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进去 我反正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 只有80斤出头 然后三个月 我疯涨20斤 就是这些特产吃的 对啊 星期五不是回家吗 回家的时候 星期五 那个星期四的晚上 基本上是我们清仓的 那一晚上 全部所有的吃东西 全部要拿出来 吃掉 然后星期五 大家就回家了 然后星期天来了 把你带来的所有东西 全部把包打开 大家先亮亮相 说到吃了 好像今天有一位 还带来了一个拿手菜 是哪一位 很随意的 就带了两个菜 给大家尝一尝 哎呀 太好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拿上来 看看 我经常呢 搭了两个车 一个呢 一个 往你路 这个呢 这个呢 吃得不 还是 因为啥 你不是这个 吃东瓜 这种车嘛 所以我经常呢 搭了两个车 随意啊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是那个 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 那现在我们就 再重温一下 好吗 抽在一起吧 这都尝了啊 这个周一尔的手艺了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啦 你们听起来像广告语 因为有同学的心意在里面 对不对 不是 因为那个周一尔 对吧 他是闲戏良母的 行的 然后那个 其实我跟他是年纪一样的 然后他每次请客 他都是在家里 他做一台子的好菜 给我们吃 然后到我们家 我肯定是做不来了 肯定到外面去吃 所以上得舞台下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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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真心话 大冒险 请看 好 来看看关键词 谁是皮大王 来 我们每个人手上 都有一个手指的 我们一 二 三 谁是皮大王 重视之地啊 诚实 真的没有想到 为什么是我了 他怎么调皮了 你们要叫他皮大王 我觉得我很乖呀 我觉得其实 在我这里 我就特别记忆 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我先说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早上练早功课 早功课呢 他不小心割腿的时候 他摔了一跤 然后就装失忆了 老师呢 他以为他真的是失忆了 或者撞到头了 就过来就说 陈诗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你们是谁呀 就这样子 然后老师真的马上就 你要行吗 你要行吗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你要行吗 你有没有什么的 我真的 啊 那真的是什么 可以吃吗 我知道 这件事我好像记得 你怎么想到 要中度老师 就是摔了一下 知道吗 在鸽腿的时候 不小心 反正摔到地下 头撞到墙上 好像感觉头上 旁边有金星出现 就是撞了一下 感觉有眼貌金星 结果我就 机灵一动 我就撞失忆算了 我就吓吓他们算了 然后我就 老师呢 真的被骗您去了 被骗了 然后但是我 对 其实有一点想 不想练功 后来老师知道 结果就是装了一天 装了一天 其实也是好玩嘛 好玩 后来被老师知道了 后来老师还是知道了 就算了算了 说到毯子宫 他的爆料事情很多的 还有就是我们有个 毯子宫女老师嘛 唯一一个女老师 姓周的 叫周继红老师 然后在全 那么大一个排练厅啊 就是我们上 上面的练功房 下面一个小的练功房嘛 大练功房里面 追着他 你回来 他在那 蛮长跑 周老在后面追他 就因为他不练功 还有那个 还有怪兵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其实就是 花旦组就条件什么 腰软度可能比较好 他就老喜欢盯着我们俩练功 一天到晚叫我们俩翻元宝翻啊 我们俩苦不得要死 然后前瞧后瞧 然后一天到我们俩就想偷懒 知道吧 他看到我们两个就 陈时 贵海平 站起来 屁股越坐越大 然后我们只能站起来 然后老师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想假装练一下 然后我看到我们说 尽量偷懒 就这样 人家贵海平 至少没蛮长跑 你知道吧 你是前面跑 老师在后面追的 目标可能比较明显啊 什么也有呢 马笑 哎呦啊 马笑你忘了 马笑就是什么看星星 搞得你490帮我 人家经地两个动作 谁都认不当 对对对 看星星的马笑 我们其实在那个马 系校最后一年是在马系学校 第三年是吧 第三年 半年 第四年是在马系学校度过的 就是那时候可能学校 就是装修啊什么的 我们就到马系学校去上课 练功 然后有一次 因为马系学校下面有动物的嘛 有这些 星星啊 熊啊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其实那天没有什么东西 对 大姐只是一个同学叫 哎 下面有熊或者是有星星 就这样叫了一声 结果我们全体同学就摁下去看啊 然后那个摁下去看 结果上来什么都没有 扩散了 对 什么就变成 看星星了 看星星了 对啊 结果就扩散出 黄影 所有人 黄影特别单 黄影特别单 你们都看到星星了 那我也要看 哎呦 我就示范一下黄影的动作 然后他要 他要用腰 用花旦动作 他要用腰 哎呦 我就是了呀 我可以呀 他感觉像唱祥林嫂一样 我说那时候你那么 有表演天赋 你不要丑化我好了 你不要丑化 对吧 就得死个人样子 你看保津内衣 对吧 保津内衣 你一个呢 绳子呢 就在那楼上做舞 就倒过来 挂在那个头顶上 然后一跑进去 哇 下一条我就按下叫 然后所以我们很习惯 所有人都是这样 啊 啊 这样叫 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人进来有流派的 我们用手指下 用手指下 这个人是谁啊 一二三 四一铃他用犯派的发声来较降一下 他有流派的 所以他是活宝 没有想到啊 开心果 好 这个皮大王是诚实 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一个关键词 酷鬼 酷鬼不是我 爱哭鬼不是我 爱哭鬼不是我 他一看到还笑道真的 爱哭鬼来重新说 虚来同志 虚来 我也想是虚来 我哪会很爱哭 都会被他吓哭的呗 我记得在那个真飞楼 那天那个上行 那个叶子曦 我正好 他正好在看书 然后我即使是走过去 他可能正好在看那种书 很剧经灰尘的 还是什么看鬼书 我就走过去 瞧瞧 就这样一动 他就哭了一个 没有 对对对 然后泪水比较发达 他会哭了 有一次我们体检 体检就是要抽血嘛 然后我们抽血就抽了 他从那个排队开始就哭了 一直到他就是到他了 他就哭得不行了 那是杨婷呢吧 没有没有没有 他也是 是吧 医生就说 你先去我们情绪 然后他就一直哭 然后到最后医生说 你别来抽了 就这样 那这有一点好 就是以后在台上演哭戏的时候 不是得心应手 说来就来嘛 是不是徐来 徐来嘛徐来 这个好像不一样 台上哭不出来了 反正啊 我这个皮大王名声单了 你这个爱哭鬼就单了吧 我听说啊 就是在你们班级当中啊 比较早上电视亮相的是 王清还有陈时两位 没有 当时因为我们刚刚进西校 大概就两三个月吧 对 两三个月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 要拍一个梁柱 是那个 对 蝴蝶传说 对对对 是方雅芬老师和韩婷婷老师拍的 那么当时因为 其实我进去是演小生的嘛 那陈时是花旦 但是我们 你看那个里面 但是我们是反了 对 就是我演的是花旦 他演小生 小弟 看他们好像也得去 昂仁多俗地 默默我不接不上动影 哎 换他们 我们也来准备 这个这两个好像挺抢戏的啊 真是 还有王清 现在我刚刚说了就是 那时候真的不会演戏 我的意思就是说 终于看到你看我们胖了20斤的那个 这个效果 而且那时候不会演 我刚刚进西校 我一点戏都不会演 就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电视台老师会认为 我好去把我和王清一起 就是招去演这个角色 演员都很怕看以前 但是真的挺不错的啊 听说你们今天为了这个主题扳回 也准备了一段 是不是 是 两兄 左方能见一自卑 四方要的都卑 喜悄门子 咋咋叫 向你两兄 到西来 你熊耳等下快乐 奔变戏车分散地 送叻戏车报喜许 奔叙的路边沿着火 一声 清清胡一清水呀大 阮阳山的雨水啊荒 两胸啊 阴队大师 雨红荡 两胸 阮不阮阮 阮阳啊 清清后夜 清水阳啊荡 阮阳 阮阳 阮阳啊荡 陪阳阳 陪阳阳 呼吸你 阴阳不止你 比红荡啊 荒啊 介绍一下 呃 这位是上海乐剧院的作曲家陈军老师 好 中间这一位呢就是当年他们的戏客老师李平老师 还有一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老师 我听说那个陈军老师你不是这个呃 这个专业的是兼职老师 我是兼客的 听说这个虽然你是兼客的 但是去了就回不了了是吧 是 为什么呢 这个他们很好学 呃 因为我跟他们有时候练唱跟他们讲讲了什么 他们很喜欢我练唱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些缺点啊 优点啊什么的 呃 后来就是我每次去上课是 像王亲啊或者是吴群啊什么一批代表跟我讲 你晚上不要走 一位八国米 独八米 他们马来一位独八米 去当亚伯去他 哦 那么开始拉了 他们在排队 把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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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长好一个 尴尬在场上 等了 去登林乡了我委屈了 哈哈哈哈 每次都是大排面吗 不换点花样吗 不不不 没花样就大排面 哈哈哈哈 因为陈老师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吃面 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面 问他要吃什么 包括现在大了 我们现在工作了 然后问陈老师我们请你吃饭想吃什么 米好了 我就猜米就可以了哈哈哈哈 陈老师并不是那么喜欢吃一碗排骨面 他是真心想要留下来教你 对不对 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考试好不好 你点几个学生 看看他们二十年后这个唱功基本功有没有退步 我来选一选啊 哈 我现在点一个 四月铃 哦 哦 我没拍小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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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儿子 我她 touch dür祝您 喝厉 呀 他 他 眼 是 我 кт 她 英 洪 俩 不 家贵 刚才是因为小生啊 你再点一个花蛋吧 陈老师 谁啊 看看大家不要怕啊 黄银 最用功的黄银 那今天我们也听你唱一唱好不好 黄银是很多 就是现在著名演员的御用领唱师 就像陈老师的著名演员御用的唱唱 有一点就是 曾经跟他们合作过 或者是指导过 但是他们在台上现在是很比较靓丽的 所以我感到很骄傲 好 我们再说说李平老师 李平老师当时教的是什么专业课 我教的是系课 花蛋的系课 我是第一次做老师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比他们现在还小一点 31岁大概那个时候 在我班里面的有徐磊 陈石 黄银 然后因为我是跟他们年龄比较近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 周末啊 或者是怎么样子 对啊 看到看到他们要考试了 我也很急 但是又很喜欢 我那个时候也偷偷的去开小招 带着黄银和那个陈石 到家里去给他们 我们经常去李老师家 去博博客 那当然也会请他们吃顿 留着吃顿饭 会把很多很多同学带到家里来 然后阿姨阿姨炒菜 阿姨炒一桌子 我们全吃 他不吃的 他减肥 他看你们吃 对 然后炒了一个菜 他们就吃空 炒了一个菜就吃空 怎么饿的饿了 真的又很会吃 看到他们真的是 就是说 怎么讲 很平时的感情就很近 所以今天看到他们 哇 一个个变成婷婷玉丽 我真的是很开心 谢谢老师们 好 说到我们张寻鹏老师 真的 张寻鹏老师在我的心目当中 就是高贵 优雅 气度不凡的代名词 真的 但是我想问问张老师 您是昆曲艺术家 教育家 那么怎么会来乐剧班当老师的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说来呢 是应该说 我是跟乐剧是有一个情缘在那 包括我这边在座的开始 是地 我呢 他们那个班九四是我第三代的乐剧 你是三朝元老 三朝 还有第四的来 新雅琴他们 现在四的 不得了 你是七四班的是第一代的 那么 第二代是方雅峰啊 张勇 张勇梅 他们的 他们这一班的第三代的乐剧 他们是四位在我这的 一个是呢 黄颖 孙子 还有个喜来 唐晓玲 那么现在想到那个张勇鹏老师 是不是也想到了两个词 我这儿是那个猫步 猫步 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都是走那个 常规的那个台步 就是很传统的那个 然后张勇鹏老师很读书一致的 然后先锻炼他们的就是说 气质 他不但教你传统气 他还教你时尚的东西 他还会教你平时还会教你服装搭配 如果你今天这件衣服是粉色的 那你的鞋子一定要是粉色的 你不要乱搭 提供你们的艺术神 对 我呢 因为觉得呢 因为我在教他们昆曲的时候 因为我的昆曲里边的很多元素啊 是因为昆曲宰歌宰舞 你舞蹈的话 现在我们自己 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昆曲的这点舞蹈不够了 在舞蹈里边去取芭蕾的 是民族舞的 因为呢 我就是在台上 不如你走一个圈 你要走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步走 我就可以 咔咔咔 一个脚掌边起来 就民族舞就是经常一二三 啪一个转身 一个造型 他非常干脆的 所以我就要锻炼他们 还有我也想的很远的 年纪大了 现在你看 现在我们养生啊 是电视台经常放的 你经常要踮脚 踮脚 这样因为人老先老脚 好 所以老师也是用心良苦 教你们那个猫步啊 是为了让你们博彩重肠 对吧 那么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痒痒的 张老师 二十年过去了 我特别希望今天也能看到张老师 带领您的几大学生 再走一回猫步 好不好 大家好 哇 我看你 发现 你 你 你 我 说 你 我说 我说 有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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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道路上,老师们有很多,不止今天的这个五位,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你们的今天,今天我们请的老师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还有那个,呃,很多的小生老师,呃,花旦老师,还有老师,呃,小丑啊,还有那个老生的,希望以后有机会都能,对,对,希望我们,呃,对,把所有的老师都请来,我们大家,那个,呃,所有的同学都到,所以呢,这次,呃,就是这三位老师,就是, 代表这所有的老师了,我们现在同学都起立,要谢谢他们,对,对我们的精心的培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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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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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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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梦想都有没有实现,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骄傲吗? 平娜,当时自己有没有什么愿望?要达到什么目标有吗? 真的,目标没有想得很远,当时只想就是说能够像我们惠丽老师、瑞宏老师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乐剧演员。 这儿的花很漂亮,但她终有谢的时候,现在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我们应该抓紧分分秒秒,不能虚度光阴。 进入乐剧院之后,应该说我是一个幸运儿,也排了很多的戏,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也有十到十一部大戏这样子。 前段时间又排了那个李商银,现在我们又在排《甄嬛传》,所以我也觉得不要辜负领导跟老师对我的期望,我也继续努力吧。 诚实来说一说,当时说过什么?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 我好像当时说什么好像不记得,但是我现在要说什么,我好像应该知道。 现在想说什么? 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有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那么现在呢,也可能就想这个方面去努力,也做到了这个梦想吧。 而且这个三年成就也不小,对不对? 对,我们就是我和赵志刚,然后去杭州发展了以后,我成立了自己的赵氏工坊,然后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基本上以每年一部,三年排了,两年排了三部大戏,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不断的会有新的作品来, 来呈现给大家。 对,他自己还不好意思说,其中一部《蝶海情森》还在今年得到了上海戏剧表演白玉兰的主角奖,我们表示祝贺,好好好。 谢谢,谢谢。 其实说到收获,你们还有一个大的收获,舞台下。 对,你们在,你们很多人都已经成家了,还做了妈妈,对不对? 对,而且听说你们现在,呃,也把自己的这个乐剧艺术传输给了下一代。 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两位非常可爱的乐剧小小花,我们请上她们,好不好?欢迎。 我们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你今年几岁啊?我要蹲下来跟你说。 六岁。 你叫什么名字啊? 张子玲。 张子玲。 你的妈妈是谁啊? 张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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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 这么小的贾宝玉啊 那么你呢 你唱的是 我唱的是黎妹妹 那你得加油了 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 小的贾宝玉 那一只花到贾宝玉 应当好逼逢 我来 美少爷 哭唱修情 声音小忙碌 我们也 是我来 靠近的 世界之夜 你们相信吗 再过若干年啊 他们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成为你们的校友 是不是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再次掌声感谢一下两位 班长来说一说 今天应到人数多少 十到人数多少 应到人数 其实应该是35个 我们十到只有12位 12位 那因为时间准备的太仓促了 我们 就是说 只是 这一次我们想 还在乐剧界的一些 我们的同学 都到这里来聚一下 然后呢 我们想明年准备 希望能够 我们的所有的同学 各行各界的同学 一个不少 一个不少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 老师 也能够请到现场来 所以我们也 祝愿你们明年 心想事成 这个愿望能够达成 希望那个时候 我们做个约定 我们的戏剧大舞台 能够在此来见证 分享一下 大家的大团圆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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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我们有过彷徨 有过喜悦 二十年也许有过遗憾 有过未了的心愿 但我们依旧要说 这是最美的二十年 是记忆中永不褪色的二十年 因为人生中再也不会有这样阳光灿烂的 二十年青春 发黄的香片 古老的星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事业 就像那颗本里缤纷的书写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何时终究是一阵眼 流水塔带走光明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伤感 而注射流泪的青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有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